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获取最新女排消息,请点击订阅 国际排联官网终于公布了参加23年女排试剧杯的六支队伍 和外界传闻的一样,天津队以东道主身份晋级 江河越南体育中心、土耳其瓦基辅银行、伊萨奇巴西、巴西乌贝兰迪亚海滩和米纳斯争冠 为了保障天津女排能够顺利参赛 中国排鞋还特意调整了赛程 空出九天的时间,作为排超联赛霸主 天津队曾在19年以亚聚杯冠军的身份参赛 可惜当时只拿到第八名,位列倒数第一 本次比赛天津队能否一血前耻呢? 但就阵容而言,李盈盈、袁新月、王元苑、瓦尔加斯和姚迪放到国际赛场上 均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但球队的软肋还是非常明显 尤其是经过热身赛后,这两大软肋更加暴露 逼者所言的软肋就是李盈盈对角和自由人 李盈盈对角主攻不光是国家队的难题,也是天津女排的难题 目前天津女排储备了四名球员以防万一 分别是王毅竹、陈伯雅、刘美军和杨毅 可惜的是,这四名球员都不堪重用 别说国际比赛了,就连国内的热身赛都很难出彩 王毅竹的进攻实力是这四人里最强的 但他的后排保障和线路变化较为匮乏 遇到国际顶级复攻就很难得分 陈伯雅的扣球力量太小,打打国内联赛还行 到了市聚杯的舞台也很难下球,刘美军的身高是最大劣势 杨毅属于纯保障型球员,进攻根本指望不上 自由人的问题也不小 虽然天津女排队中的两名自由人孟子玄和刘立文都是老将 但他俩在国内联赛都经常出错 19年市聚杯两人的发挥就非常差劲 刘立文看似很努力,但经常摸不到球 孟子玄的一传遇到强发球时就容易崩溃 要是没有了一传,王媛媛和袁新月的进攻就很难成型 天津若是想要在市聚杯舞台上取得好成绩 不妨考虑临时引渊 两孟杰的加入可解燃眉之极 第一个孟杰是来自于江苏女排的吴孟杰 她进攻高度非常可观 奥兹赛和亚运会都体现了这一点 比起王毅竹、陈伯雅等人 吴孟杰搭配李盈盈更具攻击性 第二个孟杰来自于山东女排的王孟杰 身为国家队主力自由人的她 在接大力跳发和防守大力扣球时 比一般国内球员都要有心得 且王孟杰和李盈盈、袁新月、王媛媛之间有很好的配合基础 可以立马融入到队伍中 最主要的是江苏和山东人员过剩 即便出界了两人也不会影响到自身的联赛成绩 不知不觉间新一届女排超级联赛不日就将开打 各支参赛队伍早早便抵达目的地 备战首回合的比赛 虽然今年的赛制出现了调整 外援上场数量被严格控制 但这丝毫影响不了各队影员的决心 各队都引入了外援选手 可见新赛季的排超联赛注定精彩绝伦 不过就在联赛到来的前夕 身为未免冠军的天津女排 却传来了另外一则好消息 队内又有一位主力选手恋情被曝光 要知道在过去几年时间里 天津女排有多位名将先后步入婚姻殿堂 亦或是大方公开了恋情 像是曾经的功勋老将王宁 副公手王家敏 接应于云伟 以及现役的孟子玄和杨毅 都先后传来了好消息 如今又有一位选手加入到这个阵营中去 她便是当红国手王源源 现年26岁的王源源 从一出道便受到了郎平的青睐 并被带到了国家队 王源源也没有辜负郎平的厚爱 为中国女排立下了汉马功劳 还帮助球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就连在俱乐部王源源也是功勋显赫 帮助天津女排夺得多座联赛冠军奖杯 王源源的实力值得认可 而关于王源源的恋情 其实早就有球迷曝光 亚运会与山东南排名将消速的一张合照 便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当时就有球迷认为这俩人是恋人的关系 直到王源源亲自上线辟谣 才打破了这一传闻 现如今王源源与一位帅哥的亲密合照 再次被网友曝光 想来王源源的恋情应该是被坐实了 根据国内排球论坛传出的照片 王源源正与男友一同乘坐地铁 手牵手相互对视 如此亲密的举动 恐怕绝非普通的朋友关系 很显然 这位应该就是王源源的正牌男友 原来这位帅哥名叫刘斌 曾经是山东南排的选手 退役后 进入到国家队担任陪打教练 专门模拟欧美选手的强力扣球 帮助队员们提升防守能力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 王源源才与刘斌相识 并最终成为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而既然谈起王源源 就不得不关心一下 她在天津女排和中国女排的前景了 在天津女排中 现在当然还找不出一位球员 能威胁到她的主力位置 毕竟她现在攻篮俱驾 与姚迪的配合也是相当的默契 如果王宝全主教练贸然换人 那么天津女排在拦网这个环节 会遭受巨大的冲击 这也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而她在中国女排的前景 也显得一片光明 主要的竞争者就是高益这名副公 不过通过蔡斌 在今年国家队的排兵部阵来看 她还是非常信任王源源的 无论是中国女排 打得并不太好的奥兹赛 还是最终夺冠的亚运会 王源源的主力位置没有动摇过 当然高益也有机会 若能在进攻端凸显更大的优势 也可以和王源源拼一拼手腕 而且这样的良性竞争 也能助中国女排 在复工位置上展现更加强大的实力 而山东女排和天津女排的阵容 都比较完整 且阵容深度雄厚 两对实力不会差得太远 就看山东女排能否更好的 将队员融入到一块 然而当山东女排出战在即 首发主力杨涵玉却迟迟未归 她的具体去向还未被公开 按照往年的报名情况 杨涵玉应该早已入队 只能说杨涵玉或许是因为个人原因才缺席 然而除了杨涵玉没有归队之外 还有两位前国手也没能出现在定装照中 他们便是钱静雯和梅孝涵 提及这两名球员 球迷们恐怕早就耳熟能详 钱静雯和梅孝涵都先后代表中国女排 出战过国际大赛 其中钱静雯是在安家节担任临时教练的时候 被争调进国家队 可郎平重新执掌中国女排后 钱静雯便很快便调整出队 此后便再未入选过中国女排 大代是钱静雯的一船保障能力太差 进攻不够稳定 无法做到攻守兼备 钱静雯自然而然就沦为了弃子 除了钱静雯之外 梅孝涵的处境也很是尴尬 他在接连落选国家队后 一度沦为了山东女排的边缘人物 最后再来说说胡明元的情况 胡明元可以说是这四人中最为特殊的一人 因为巅峰时期的胡明元一度是国家队的红人 若不是因为伤病的影响 胡明元也不至于缺席了那么多场赛事 他应该是最为可惜的一位选手 进入本赛季胡明元则是从辽宁女排销声匿迹 主要原因是他与辽宁华军的合同纠纷 胡明元至今还没有讨薪成功 这应该可以说是他被辽宁女排清洗出队的直接原因 这一位移民 伤口